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 白河灵珠皮木棉花到县镇火红盛开 吸引许多游客前往赏花 台南市农业局 今天上午首度在灵珠皮木棉花到举办花线 台南月光米千人长寿司活动 推广台南月光米 台南16号超过千人参与 非常热闹 游客品尝台南月光米做成的寿司称赞 真好吃 2018花线台南月光米 木棉花到千人长寿司活动 使用约700公斤的台南月光米 鱼酥牛蒡香松 小黄瓜等台南在地食材为馅料 推广台南油脂农特产品 包括台南市一长赖美会 台南市农业局局长许汉清 农粮鼠南区分书长姚志旺 台南区农业改良厂长王世贤 水宝局台南分局长富桂林也动手做寿司 白河后壁东山区公所动员 加上游客计超过千人共襄盛举 每人制作一小段寿司再连接成长达约450公尺的长寿司 民众做完寿司后集在美丽的木棉花道下野餐品尝自己现做的寿司 一边欣赏木棉花 另有一番特别的体验 许汉清说 举办花线台南月光米千人长寿司活动 一方面宣传零出皮木棉花道 让游客欣赏最美丽的风景 一方面让大家吃到好吃的台南月光米做成的寿司 非常好吃 好吃要告诉大家 现场设置台南毫米精湛摊位 也让游客打卡上传照片宣传台南月光米及送衣 50公克装台南月光米一包300包被民众领光 台南市农业局为提升台南市道米品质及市场竞争力 去年起福岛新营区农会 六甲区农会 芳荣米厂 红肠米厂及荣心米厂与农民器做香甜 Q带了台南月光米 其中芳荣米厂和燕米 红肠年米工厂大力寿司米入围农粮数 2017金转米奖台湾豪米组决赛 和燕米更有多该组冠军 今年器做台南月光米面积目标200公顷